有熟悉的导演 编剧阿康大家都在 还是就跟一个聚会一样 我们就吃饱了饭 然后走过来参加一个电影的工作 事实上是一个工作 但看起来更像一个聚会吧 然后那个感受特别好 就走这一路感觉特别好 会在未来时常想起这一刻 我们是很想拍《逃亡》的一段戏 我觉得这个角色是一个逃亡 经历了二十多年这个过程里面 很想谈到他究竟在做什么 究竟他在想什么 或者他做完这个打碟的时候 影响了这么多人 他自己的心态究竟是怎样的 石多熙我们其实都是想追求一些 比较真实的事情 那个场景就持续有一些叶炎欲醉 一些很危险的感觉在那里衬陀这件事 大家好 我爱大家 是我第一次到香港 因为一部电影的工作 跟香港的观众见面 我已经四十多岁了 人生当中应该很少 有这么新鲜的第一次 所以今天这个晚上对于我 非常的重要 好 谢谢 ığım 那些是大部分的大部分 哈哈哈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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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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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